当一个人可以吸入更多的空气 在肺腑里面的肺泡活动 就会变慢了和变得更大 最后研究结果显示 可以令衰退了的腹胶感神经 提升肌腻 是不是很想知道要怎么做呢 现在就立刻教你这种 横胶膜呼吸法了 这次为了令人人都可以容易掌握 我们会由空式呼吸和腹式呼吸开始 逐个逐个学习了几个不同的呼吸法 首先会一起来学空式呼吸 第一步为了令自己更加容易感觉到呼吸 请大家向天躺在这里曲起对脚 接着将自己对手放在胸口上面 这个动作很影响你成不成功 之后要一直想让自己的胸口膨胀 一直慢慢吸一大口气进去 轮到呼气的时候 也要想让自己的胸口凹下去 慢慢地呼 这个一吸一呼的动作 要重复五次 接着来就轮到腹式呼吸了 姿势跟刚才空式呼吸一样 不过今次对手就要摆在腰的两側 接着就要想让自己的腹部瘴上起 慢慢地大口吸气 之后就要想让腹部凹下去 慢慢地把口气呼出来 今次也是一样 一吸一呼 要重复五次 这两种胸式和腹式呼吸 每天早晚分别都做一组 医生说持续地做一段时间 紊乱的自律神经 就会开始稳定 另外 如果胸部和腹部的呼吸 能够同时做到的话 这样就可以令到自律神经 高低调节的功能 活动得更加好了